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之前有一个六岁大的小女生 她六岁大了就开始乳房发育了 而且她长得比同伴同学还要稍微高一些,胖一些 就因为说她这种乳房发育第二性针提早出现 就造成说大家容易嘲笑她、戏弄她 造成成为大家霸凌的对象 所以这是相当伤脑筋的事情 但是性早时候最困扰的事情不是这个 最困扰的事情说你现在看她好像长得比同才来得高、来得胖 但是到了后来她反而会提早停止发育、提早长高 所以说到了成人之后她成人身高反而会比大家都来得矮 这是影响最大的地方 所以说性早时候我们要赶快帮她能够找出她背后的原因 给予适当的治疗 这是我们处理性早时候一大重点 性早时候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中速性的性早时候 中速性性早时候是脑部出的问题 有可能是脑子长东西 或者是有做过放射性治疗 造成所谓的中速性性早时候 第二大类是周边性性早时候 像所谓的女生她的软巢出了问题 男生搞完出的问题 或甚至男女生肾上腺出的问题 都可能造成所谓的周边性的性早时候 第三大种类就是所谓的良性青春期变异 她本身没有任何的疾病 只是说有时候第二性征部分的有提早出现 但她古龄不会超前 也不会造成说成人身高会比较矮 也不会 这种算最好的情况 除此之外呢 我们所谓的中速性性早时候 最常见的原因是小女生的特发性中速性性早时候 她本身做了很多脑部的检查 找不到任何的原因可以解释 她为什么会性早时候 就是所谓的中速性性早时候 像这样子的小朋友呢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注意事项 就有些事情一定要做到 睡眠一定要充足 要早睡 要多运动 少吃甜食 这些都可以帮助她 我们的性早时候 比较不会提早出现 另外一定要接受所谓的 GNH 就是所谓的新腺激素 次激素释放剂的一个治疗 这样子也会让她性早时候的现象 能够提早止住 她将来的成人预期升高才能增加 除此之外呢 平常她也可以补充一些营养素 像她接受GNH的治疗期间 我们要给她补充钙 才会预防她的骨质流失 另外也可以考虑帮她补充一些鱼油 益生菌之类的 她也会帮助她性早的现象 会变得比较和缓起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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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